台東縣議會8月8號也是農曆7月初二 下午在縣議會大樓前廣場舉辦中原普渡祈福法會 祈求國代民安 風調雨順 鮮明安康 由議長饒慶玲帶領副議長陳歐中 縣議員張清忠 張卓然 張國洲 陳志豐 李錦慧等議員及議會員工 前程祭拜 同時為大四爺開光及求聖腳 每年的7月初二在這一天 台東縣議會都會盛大的舉辦普渡的儀式 那這已經是我們連續十幾年的傳統 今年我們又特別擴大了舉辦 最主要是希望來年一年 我們台東縣的各位境內的鄉親朋友都能平安之外 那當然我們也希望我們議會的同仁家屬 都能夠在未來的一年平平安安心想事成 那在這裡也預祝我們台東縣所有的好朋友 都能夠健康平安 普渡祈福法會中道長也到首長公館 地下室 游泳池 研究大樓等送金祈福 法會結束後 議會更舉辦平安宴 邀請各界一起吃平安 東縣新聞 溫哥 台東縣報導